现在正值苗栗县公馆红枣产季 为了提升国产红枣的品质 公馆香农会每年都会举办红枣评鉴竞赛 今年结果出炉了 由黄炎辉永夺特等奖 细心照料红枣园的他 不惜成本时间投入心力 这次参赛红枣这个甜度糖度高达有32.1度 也创下历年新高 获得红枣王头衔实至名归 每年大暑正式红枣盛产期 尽管高温逼人 新系红枣生长状况 果农黄炎辉还是得顶着大太阳巡视红枣园 看看果实营方置情况 也了解红枣的成熟度 果立大小适中 转色程度已达标的才能采摘 不仅采果严谨 种植更是讲究 坚持草生栽培之外 担心好大雨影响 黄炎辉也不怕辛苦 少量多餐 帮红枣园补充肥料 才能维持产量及好品质 经验虽然就 接红枣园补充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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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因为准处好 我都因为做不到就做了 这个布 加根布 不必要做 最近也没团 不要说 最近也没办法 皮疙瘩 皮疙瘩了 鱼裂下去 又不必舍 做的呢 适途都拉 各位 又做不到特色 安逸淘汰的时间 你都想办法 你千万人 要学营充肌 这些时间 一天要下这条线 做不到就是那些 因为就是那些 较有要害 我上路做完 我难复得到 为了提升国产红枣品质 公管乡农会 举办年度红枣评鉴 评审依照果粒大小 甜度脆度进行评比 结果出炉 黄延辉种出 糖度高达32.1度的红枣 创下历年新高 勇夺特等奖 也获得红枣王殊荣 平常心 很意外说 今年我很高兴 我能够拿到这个红枣王 我当压车 农费到各种创 刺头要搞得到 才能够做的 如果有办法 就要做的 管理都安好 种植红枣三十多年 黄延辉不怕 多花成本多花时间 相信付出一定能有成果回报 尽管天气多变又缺工 坚持种出高品质红枣 黄延辉也希望 大家支持在地农产 欢迎大家到公馆体验采藻去 品尝夏季限定的美味红宝石